狼队纪录片放出 腰刀压力拉满 小胖成熟却很自卑 归期点破自身缺点 直言自己非常吃比赛的状态 因为我比较吃状态嘛 我希望能把自己好的状态里面 打出来在比赛上 AG与狼队春觉在5月18号开打前 狼队的纪录片快AG一步发了出来 整个纪录片讲述了狼队 从老盖来后的所有经历 从老盖进入狼队后的磕磕绊绊 到项羽为了队伍脾气暴涨 被小胖起了外号叫小干 就是当小胖有问题的时候 你都会直出来是不是 嗯 我也看他敌烈的 你都没他一道了吗 你我不是 你大刀干嘛用的 那以前生活不是挺多的吗 我觉得这不是最优点 平时大家问我什么想法 我都会憋都不说 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要爆发一波 我们已经给小鱼 起外号叫小干了 我已经去拍你了 并且俱乐部为了给腰刀上压力付出很多 替补倒载500万让队长腰刀不得不努力翻倍 不然一旦被倒载替换后果可想而知 不过当腰刀证明自己的实力后 还是蛮开心的 你是不是上一次压力很大 我没上压力 我觉得挺好的 又有挑战看 又是500万替补 又是当队长的 腰刀上一次的替补是176天前 再往前 是1018天之前了 因为很久 很久没有人能够 给到我这样的压力了 确实自己的 自己的状态确实没有之前好 崩发 该就自己有遭到了人生的意义 需要每个赛机给我多来两个倒载 同时作为一直被捧上天的打野小胖 一时一刻也不敢懈怠 但凡小胖在赛场上失误 或者打不出来效果和节奏 他的负面舆论将扩大数倍 可强如胖皇 也只给自己打了65分 现在嘛 只能打个65吧 对 同时对于小胖春季赛 很少拿野荷的问题 也得到了解答 并且从纪录片看到生活中的小胖 他年少轻狂过后变得成熟 但却依旧抛不下自卑的心理 不过小胖对粉丝的重视 让人没有想到 诗冠的时候也是拿了个四枪嘛 就是他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心态上的一些不自信 他现在就是有一种被架上神残的感觉 就是一些野荷英雄他就不敢怀 要给学长选他的镜和露拉的时候 就没有以前那种气势 怎么说呢 把我可能架太高了吧 你之前跟粉丝说喜欢你挺男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 就是想感谢粉丝 支持我挺男的 还是很珍惜我的粉丝 对 这些都是粉丝给你的幸福 啊 我不知道 是不是其他人的 你写的是兔小胖 哦 你会很珍惜 好珍惜的 粉丝送的也有我的放宿舍的 你以为永远无限猖狂的胖黄 也不过是个会有些自卑的男孩 小胖跟体重的抗争 实际上对抗的 是内心深处的不自信 最后龟七也点破了自己的缺点 表示自己打比赛是非常吃状态的 不过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富少的身份而懈怠 大家的质疑声他都能看到 总之 狼队与AG胜似电竞春晚的比赛 都要看双方当天的状态发挥 即便大多数人看好AG 但大帅从未登上过决赛的舞台 所以他是否会紧张影响发挥 还是个未知数 反观狼队的压力要更大一些 他们不仅要调整好状态 更要突破屡次败给AG的心魔 同时强硬的小胖 面对中意打太极的操作 要找到一个克制的方法 对此 大家更看好哪支队伍夺冠呢